我是艾成 欢迎收看爱问 这是一档平等问答 为你而问的对话 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女士 对到2013年的时候 您跟雷军有一个赌局 就是说五年之内 小米的销售 我一定会超过格力 赌资高达十年 觉得雷军给我赌着 当时她说赌一块钱 她的这一块钱意思就是 我认为我是肯定赢的 但是我认为她不能赢的原因 是因为格力 她在这个行业里面 她是老大 但是你作为一个手机 你在那行业 你是否老大 这个老大跟老大之间的较量 才能说舒服 互联网在你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营销的 多一个渠道 对 我一直认为 互联网对我来说 就是多一个营销渠道 但是我们看电器 中国电器行业 一定会看到美肌 一定会看到海尔 你是用全身的力量做空调 人家就是一个拳头的力量 做空调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成就 所以你空调做的没有我好 是 但是即使有 你格力现在的成就 也不是一件 让人觉得 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说因为 你用专注换来了 空调单向的 这任何人都应该专注 不是我专注换来了 一个空调市场 那你如果不专注 你认为是最优秀的吗 你什么产品 在这个行业里 都不是最好的 你认为你值得赞扬吗 虽然您说 一个企业其实应该 不要有售后 尤其电器 说明我足够好 用个八年十年没事 但是大家对 格力的售后特别有为辞 那很正常 因为自己的感觉 什么叫江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手希望能超过你的时候 因为你伤害的源 攻击力也不为过 假如我们是血汗工厂 我回来一句话 如果中国格力是血汗工厂 家电行业没有 不是血汗工厂的企业 那您现在深爱的格力空调 是你理想中完美的样子吗 我觉得完美不完美 区别于你去不去追求 再完美的东西也有缺陷 不完美的差什么 差什么 差全世界 其实也都用格力空调 现在还没到这个地步 那你就永远不会感到完美 我接触的所有格力员工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来的 大家统一答案 就是我大学毕业来的 因为好像 如果不是大学毕业 直接接受和融入格力 基本上您是不会接受外来人 比较少吧 第一我们格力建设 自己培养人 我们是不会到行业里挖人 但是我这个行业 我在这个行业里 是经常会被别人挖人的企业 那比如说我现在 我觉得动作 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 请想到您这工作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是肯定不可能 原因是 原因我觉得 我们企业是自己独特的文化 但这些人本人并不是不好 但他们可能在某一企业 待久的可能受那种 那种企业文化的熏讨 它可能和我的文化 是不相容的 您做过最大的事物是什么呢 我没有事物 那你的管理层 不会觉得你太强势吗 会啊 然后你就让他们适应 我觉得这个强势 是因为他们 他们所谓的强势 觉得我从来没犯过错 逼着他们要做正确的选择 而反过来 我在这种强势的这种影响下 我并不把权力 拦在自己的手下 这是我的特色 你现在你所有的家人都很理解 董明珠的声音 我们一点都井水不犯河水 对 基本上是这样 他不能说不理解和不理解 最起码觉得只能这样 您知道别人都叫你挺良子吗 名称太多了 反正我也没有去仔细地去试试 你乐意听到这些吗 我觉得刚才讲的 不存在乐意和不乐意 因为别人的感觉 或者他通过你处理一些问题的感觉 他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觉得不奇怪 那谁是你的女性企业家好朋友 我没什么朋友吧 只有空调吗 对 那如果没什么朋友 不会觉得孤独吗 不会啊 天天想空调都想不玩的事 不会孤独 你觉得你最牛的地方是什么 坚持原则 那你生命中最奢侈的是什么 我最奢侈的 睡觉 如果有一天不得不选择 离开这个世界 你希望怎么被记住 离开这个世界 被别人记住 当然我相信 只要隔离永存的话 那我这个名字会永远记住 我是艾成 艾文的创始人 在做第一季 艾文顶级商界领袖之 人生底色时 我发现董明珠 是唯一的女性商业领袖 我习惯称她为董小姐 董小姐说她从不犯错 这种豪言壮语 需要多大的底气呢 这从商业角度来讲 不太好理解 但如果从女人的角度 瞬间就明了 因为有句真理 女人永远是对的